北港脱业主案中心 登記開辦各種的親一天做 來幫助爸爸媽媽 真真親自的感情 頭過各種的遊戏和道具 小朋友都玩得很高興 當時也幫助小孩 頭腦時刻和腳踏穩動的能力 未來的繼續基盤 累積的工作 接著來幫助親自的活動 讓小孩可以健康快樂生長 大人看著小孩的手 聽著老師的吉林 一步一步參加遊戏到活動 北港脱业主案中心 登記開辦各種不一樣的活動 讓民眾參加 利用中心安排的蓄財 輸出也有確定 來幫助爸爸媽媽 還是不會破壞的心中 我覺得今天就是 由老師來帶活動這樣 就是促進親子跟 就是家長跟小孩子的互動 然後可以讓孩子跟家長 一起在學習當中成長 這樣很不錯 你下次還要再來嗎 媽媽 媽媽下次再帶你來好嗎 好 好 這專業老師來開辦中則 有動態也有靜態 她跟爸爸媽媽 可以在學動裡面找到快樂 自然的年紀情緒感情 也能幫助她們頭腦輸客 跟運用腳踏的能力 用觸覺動作覺還有視覺聽覺 加上音樂的部分讓孩子滿足他的五種感覺的需求 這樣可以讓孩子在大腦發展的過程比較健康比較順利 透過大人去帶孩子他們這樣的親子互動讓家長知道在家裡可以不用3C 他可以用遊戲的方式陪孩子發展他的大腦而不是一直給孩子看3C產品 每一個音樂都是北部的報復 透過頭腦中心紅白的客廳跟親身產物 電影幫助家長緊加了解如何配搬家長 也會讓小朋友有快樂生長的環境 那歡迎在地或者是說外地別的鄉鎮的家長跟小朋友 都可以常常來我們這邊參加活動 因為這樣子的課程主要是要紓解家長帶小朋友的育兒的壓力 然後又可以提高他們親子的職能 這樣促進親子之間的互動跟親密關係 北部跟姨娜作為參加華黨重新姨娜的行動過程 公佈門也有這支幫助民眾來開始各種客廳 就是希望會讓後代緊加幸福和環境的夠友 記者 鄭怡婷 彩虹報道